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荒岛余生》 查克是一位联邦快递公司的员工 他的工作是穿梭在世界各地运送快递 查克有个漂亮的女友 两人彼此相爱 在一次出差前的离别时 女友将一块装有自己相片的怀表送给了他 查克则将自己的爱车交给女友保管 但在这次的旅行中 飞机遇到空难坠入海里 查克紧紧抓住救生艇 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但很不幸的是 他漂流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和他一起的只有这块女友送给他的怀表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查克难以适应 他孤零零地度过了一个黑暗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 他用木头在沙滩上摆了个求救信号 希望过往的飞机能够发现 接着四处收集零散的快递 为了喝到淡水 查克只能用石头撬开椰子喝汁 接着用石头划开裤子上的布料 做成简陋的鞋子 走向了一座高山 好不容易爬上山顶 却发现四周全是海浪 他瞭望远处 看到水中有一个不明物体 于是跑下山游了过去 当他把物体翻过来的时候 发现原来是他同事的尸体 查克把他拖到陆地上 并从他的身上得到一双皮鞋和一把手电筒 接着将尸体拖进坑里埋了 但由于鞋子太小 查克只能将鞋头捅破 很快又到了晚上 查克对着女友送的怀表发呆 怀表俨然成了他求生的希望和动力 半夜 查克走到海边撒了泡尿 这时在远处海面上突然出现一闪一闪的灯光 查克疯狂地叫喊着 并拿出手电筒示意 但由于距离太远了 根本没有回应 船不过来 查克决定自己出海找船 于是坐上了救生艇 拼命地滑呀滑 但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他被海浪打了回来 宣告挑战失败 更糟糕的是 救生艇被戳破了 还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此时风雨交加 他强忍着伤痛躲进了洞穴 总算又熬了一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 查克下意识地拆开捡回来的快递 其中找到了一个排球 一双汉冰鞋 和一件女人的裙子 当他看到画有一对天使翅膀的快递时 却不忍心拆开它 决定留着它 用冰刀开椰子就好用多了 并女裙上的丝王捕鱼 他把小鱼放入嘴里 但生吃的味道溢于言表 他看到海滩上有许多螃蟹 果然一差一个准 本想品尝一下 却看着螃蟹流出来的粘液 顿时没有了食欲 这也让他想到了钻木取火 但取火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从白天钻到了晚上 休息一晚后 第二天早上换了个方式 接着钻 中途还不小心弄伤了手 心生怒火的他将排球扔开 并冲着大海咆哮起来 休息期间 他用血迹在排球上画了个笑脸 并给他取名叫威尔逊 在威尔逊的监督下 他感受到了鼓励 最终取火成功 晚上他在火堆旁跳起了舞 接着靠在地上 幸灾乐祸地吃起了螃蟹 排球威尔逊也成了 他在岛上唯一的朋友 时光流逝 四年的荒岛生活一化而过 满头的长发和胡须 让查克看起来像个乞丐 一天 海上飘来了一块铁板 这使他又燃起了 离开荒岛的欲望 他将树皮和树木 做成了木筏 将钢板做成了船帆 一切就绪后 查克带着威尔逊 带着那份对爱情的奢望 出发了 他乘着海风 在海上漫无目的地航行着 但逃离并没有那么简单 暴风雨差点让查克 查克再次葬身海底 他紧紧抓住木船 总算挨到第二天 然而整个木船 已经支离破碎 船帆没了 威尔逊也飘走了 查克又一次感到 无比的绝望 就在这时 一艘轮船发现了他 终于得救了 可他的女友早已结婚 并且生了个女儿 在听到查克 还活着的消息时 立马晕了过去 获救后的第四周 查克回到家乡 以前的同事们给他办了庆祝会 结束后 查克看着桌上的大闸蟹 不由感慨万千 想想四年来 他就是靠吃蟹活到了现在 到了晚上 查克却无法入眠 他来到了凯莉家里 两人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有无数的话想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 查克将前女友送给他的怀表 归还给他 而前女友也将查克的爱车 物归原主 在查克开车准备离开时 前女友追了上来 两人在雨中相拥而弃 查克接受了痛失女友的事实 过后 查克亲手把他四年前 那件画着天使翅膀的快递 归还给他的主人 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处 查克迷了路 他的内心也如同迷了路一样 没了方向 这时 一个漂亮的女孩下车 给他指明了方向 在女孩驾车离去时 查克看到了车子尾部 那个熟悉的翅膀标志 才意识到 这个女孩正是那和快递的主人 他朝女孩离去的方向望去 内心充满了喜悦 每个人的命运 都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 不论在何时何地 都不要遗失自己的信念 坚定信念 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不论